10月萬聖節馬上就要來了 洛杉磯縣公共衛生官員上個月初 曾經短暫禁止萬聖節導彈活動 但很快就撤離了這個決定 稱只是不建議舉行這些活動 但鑑於新冠疫情 傳播仍然洛杉磯縣處於加州的最嚴重級別 Berry Hills的山莊市議會 星期二晚批准了一項緊急法令 萬聖節當晚禁止在該市舉行 不吸筒、袖導彈或不裝飾、汽車、袖導彈等 傳統的慶祝活動 亦都將會關閉幾條以往在萬聖節之夜 最熱鬧的街道 今年10月31日是萬聖節 剛剛好涉及聚會和歡樂的星期六 Berry Hills通常在洛杉磯地區萬聖節 其中最熱鬧的一個熱點 因為新冠疫情 在家門道方的年輕人 對即將到來的萬聖節充滿期待 而這個時候正在購買萬聖節服飾 策獲當晚節目的時機 為保護該市民的健康安全 Berry Hills市會星期二晚上 在南加州城市率先宣佈 在萬聖節禁止挨家挨戶 上門的北級堂就導彈 Check or Cheating 的活動 同時都禁止不裝飾汽車就導彈 Chunk or Cheating 活動 在這個活動當中 汽車的裝飾與糖果一樣 參加者會將他們的汽車開到集會場所 有可能是教堂或學校的停車場 然後以某一種萬聖節主題的風格為汽車裝飾 該市甚至還禁止居民向 直系親屬之外的人派送糖果或玩具 禁止向他人、噴圖、提蘇糕 除非是正在為顧客提供服務的特許利法師 市政官員還宣佈 萬聖節當晚的下午6點至晚上的10點 靠近威瑞爾大道、Santa Monica大道等傳統上 最熱流的四五大街 將會禁止外部行人和車輛通行 當日違反禁止令的人士將會面臨被執法 Barry Hills山莊市長 Lester Fireman 表示 雖然這是一個令人失望的消息 尤其是對於我們的孩子 但這是保護社區健康負責任的方法 該市亦正在努力開發 虛擬萬聖節節目作為替代方案 加州公共衛生官員 亦在星期二發布了一個萬聖節展覽 即使沒有表明禁止 但建議加州居民今年不要再舉行 逼給躺就導彈等傳統活動 加州公共衛生官員認為 挨家挨戶上門及各種聚會 涉及來自不同家庭的人進行面對面互動 無法保持社交疏離 如果是參與者當中有新冠患者 亦很難找到並且及時通知 可能受感染的人 加州公共衛生局局長Mark表示 我們不想將快樂的時光轉變為有爭議的事 因而需要對風險有清晰的了解 因此建議對於萬聖節的傳統做一些改變 這些建議是根據 加州發布社交疏離規則後提出的 加州社交規則最多建議 三個家庭在戶外聚會 公共衛生專家亦建議 萬聖節期間可考慮在線在會 在線進行服裝比賽 或者在家設置尋寶遊戲 或者穿著萬聖節的服飾 在社交散步 駕車穿越萬聖節裝飾屋 以及在駕車觀看電影等等 洛杉磯院在新冠疫情方面 仍處於加州最高級別 不允許舉辦遊行 狂歡節 室內鬼屋和音樂活動 天下衛視編輯報道 中文字幕僚 中文字幕僚